大叔染上怪皮 每天包里装着一瓶醋和一把铁锤 一到晚上就偷偷行动 零下十度的天气 他却赤裸着上身 从包里掏出铁锤 大喊一声 直接朝肚子上重重砸去 就这么一直敲了几分钟 直到肚子变红才停下 大叔还觉得不过瘾 还让小哥拿铁锤敲一敲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铁锤啊 问他为啥要伤害自己 大叔却轻烈一笑 接着从包里掏出了一瓶醋 道上满满一杯一饮而尽 真的是奇怪 跟他来到家里 他从冰箱拿出两个冰冻的苹果招待大家 把苹果放地上 徒手就给劈开了 说这样比较好吃 虽然大叔看着一身的暴力 但其实是个钢琴老师 满手老俭却弹了一首好琴 看着完全就是两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组合呢 这时大叔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 即使做过两次手术 也没能恢复 从小被朋友孤立 这让他很自卑 直到有一次 在小伙伴面前单手批断了一个木棍 小伙伴都惊呆了 这让他找回了自信 于是就开始刻意训练自己的力量 开启了这种独特的运动方式 而且医院也去过了 内脏啥的确实没问题 这下可以安心地继续锻炼了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在这个村子睡觉必须要带耳塞 否则凌晨就会醒来 还要在本子上记录着醒来的时间 他们都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 每到凌晨 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 这声音就好像要地震了一样 从凌晨一直持续到黎明 不带耳塞根本无法睡觉 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 村长把路到的声音放给大家听 摄像小哥也吓了一跳 但奇怪的是 怎么都找不到声音来源 大家在村里走访 听到一个可疑的声音 走近一看 原来是台微型缝纫机 但音量非常小 根本不可能 而且附近也没有任何施工现场 一时间关于这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 越说越离谱 有人就说肯定是之前开山踩石惊动了龙脉 为了让村民安心 大家决定今晚一定要找出罪魁祸首 在村里多个角落安装了声纳设备 来到凌晨 这怪声准时响起 检测到的声音都指向了一个小巷子 走近一看 这巷子里就只有一个锅炉 难道这龙叫声就是它发出来的 把声纳设备对着锅炉 果然是它没错了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锅炉为啥会发出这种声音 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原来是里面一个电磁法损坏了 滑动时就产生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 维修好了锅炉 果然这天夜里怪声就消失了 村民终于可以丢掉耳塞睡个好觉了 大白天他用一整块黑布把灯遮了起来 接着在地上撒了一大把红豆 让它分散到每个角落 之所以这么做 只因这天花板有点怪 狗狗不分咒烈地盯着天花板狂叫 叫声充满了恐惧 就算拿他最爱的食物 也不能转移注意力 吃两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 这诡异现象是从一个月前开始的 当时爷爷去世了 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 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 不分昼夜地对着天花板叫 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 但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 他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 于是把热成像探头伸到天花板上一探究竟 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小动物 然后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 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 狗狗突然就不叫了 看来问题找到了 可还没过两分钟 狗狗再次叫了起来 实在没办法了 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看看 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 去物业一问 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 楼上根本就没有住人 这就有点诡异了 而且监控显示 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 身体还不停颤抖 连主人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 他们是真的害怕了 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 专家观察片刻却笑了起来 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 可以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细微的噪音 接着拿一气一侧 果然有声音 31分贝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 这种声音人类是听不到的 但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 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 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 是因为刚搬家 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很明淡 才导致他不停地叫 并没有什么鬼魂 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录下这个声音 然后调高音量 反复放给狗狗听 期间再给他一些奖励 慢慢矫正认知 让他爱上这个声音 果然经过多次脱米训练 狗狗不再乱叫 很快就睡着了 他是真的累了 在这个小区开窗户 必须要戴上帽子 还要在规定时间内观好 窗户拉上窗帘 接着在阳台外 再放上几只小老鼠 只因这小区外面有个怪东西 小区住户每次开窗前都很紧张 要先仔细观察一番 然后小心翼翼地开窗 有时为了安全 他们不得不戴上帽子 但还是被什么东西狠狠踹了一脚 帽子上都留下了重重的脚印 就好像被石头砸到一样 仔细一看 这东西竟然是只红笋 凶狠中透露着一丝沙雕 小区业主都不明白 他为啥会不停地攻击大家 外面明明没有他的身影 只要一打开窗户 瞬间就会飞到你面前发起攻击 根本反应不过来 有时还会悬停在空中 恶狠狠地盯着大家 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 专家表示 红笋一般不会主动袭击人类 猜测附近一定有他在意的东西 大家安装摄像机仔细观察 果不其然 在空调外机附近还真发现了异常 这里面竟然有一窝小红笋 原来红笋妈妈把大家都当成了潜在威胁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孩子 就在这时 又出现了另一只红笋 应该就是幼鸟的父亲 夫妻俩分工明确 爸爸负责出门找吃的 妈妈负责小家伙们的安全 小红笋胃口很大 每次抓来的食物都不够吃 爸爸只能不停地出门找食物 这时专家又发现了新问题 小红笋已经到了练习飞行的时候 却迟迟没有离仇 应该就是由于食物短缺 导致小红笋长得比较慢 为了让他们早点回归自然 大家决定给他们营造一个安心的环境 每天规定时间内就不再扬台晾衣服了 接着还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红笋妈妈看到小老鼠 激动到不行 天上掉馅饼啊 这事 一下叼走一个 果然一运傻三年 抓到半空竟然被小老鼠挣脱了 还好凭借高超记忆 在空中再次抓了回来 希望小红笋能赶快长大 早点学会飞行回归自然 他从不买菜 天天却有吃不完的蘑菇 他却怕到不行 因为自从搬进新房后 房子竟然开始长黑色蘑菇 一天就能长高半年 到了晚上还会化成一滩黑水 看着非常圣人 拔掉后隔天就会重新冒出来 还越长越多 业主直接被吓哭了 把地板拆开才发现 情况比想象的还可怕 蘑菇就长在卫生间墙角 大概一个月前 墙角第一次长出蘑菇 当时他也没在意 直接拔掉了 但没过几天 这种长相古怪的蘑菇 再次冒了出来 而且越来越多 直到最近这次 一下子竟然长出了七八朵 甚至其他地方也开始长 卫生间吊顶上尤其严重 蘑菇白天是白色的 一旦到了晚上就变黑 还流出黑色液体 看着实在诡异 他找来物业处理 把地板拆开后发现 下面不仅异常潮湿 而且黑曲曲的一片 研究了半天 也没找到具体原因 但可以确定的是 卫生间防水没做好 有明显的渗水现象 接连四次长出蘑菇 还一次比一次多 自己住着实在不舒坦 王女士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 开发商却一口咬定 是王女士自己的问题 死活就是不给退 实在没办法了 他找来了节目组 现在当务之急 是先确定这蘑菇有没有毒 于是记者找到了军类专家 才知道原来这种蘑菇 叫做墨汁鬼伞 专家表示 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惊素 但蘑菇是可以吃 不过要在幼嫩的时候才可以 但最好不要喝酒 否则会出现中毒现象 不过专家强调 只要是野生类的蘑菇 他都不建议食用 至于他家为何会接连长蘑菇 专家猜测木地板上 应该有很多的包子 包子就相当于蘑菇的种子 再加上地板潮湿 刚好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合 于是就重新萌发生长了 要彻底解决王女士的心理负担 就要彻底解决墙角长蘑菇的事 专家建议 第一就要对地板进行更换和清理 第二要保持屋内干燥和通风 在记者的帮助下 他再次联系上了开发商 对方表示会彻底进行清理 目前呢已经对卫生间强调进行了整改 原有的地板已经拆掉了 地基也进行了清理 之后会重新做卫生间的防水 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村头的坟墓凭空出现了一个洞 看痕迹应该是刚挖的 晚上还看到个黑影一直在周围晃 这诡异现象令村民倍感不安 隔天坟头上又出现了一只狗 一直在附近徘徊 春昼夜地趴在坟墓上 这狗并不是村里的 为啥会一直守着坟墓呢 村民觉得可能是这墓主人投胎成了狗 节目组让大家不要迷信 想要找到原因 看来得从坟墓下手了 但这都是老坟了 在村里问了一群 根本不知道墓主人是谁 但很快一位前来扫墓的大妈 告诉了大家一个关键信息 说前段时间来扫墓见过这狗 狗狗是有主人的 接着大家还在附近发现了狗链子 而且每当车经过这里 狗狗都会警觉地注视着每一辆车 大家猜测狗狗应该就是被遗弃在了这里 它一直在等主人来接 大家决定帮它找到主人 各种途径都是过了 甚至连派出所都去了 也没有找到 坟墓下的洞也是它挖的 平时就住在里面 大家都很担心它的健康情况 兽医观察到它鼻子很湿润 看起来还是很健康的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给它提供食物和一个狗窝 它远远地待在一边 谨慎地看着村民做的一切 但很快就接受了村民的爱 看起来也是饿了好久了 大妈表示在没找到主人之前 自己会好好照顾它的 在这里娶老婆只需要三只鸟 新娘看到 却会笑得合不拢嘴 心甘情愿跟你走 第一只鸟 名叫贺驼 成年体重 一般都在120斤以上 部落酋长的儿子 马上就要结婚了 贺驼自然就成了结婚用的食材 但贺驼异常凶猛 强有力的爪子 甚至可以提穿铁板 因此也叫做杀人鸟 即使最勇敢的猎人 也害怕他的爪子 因此狩猎贺驼都是团队合作 一切安排妥当 狩猎就开始了 很快就发现了一只幼小的贺驼 猎人们悄悄逼近 贺驼的警惕性很高 必须确保 以其致命 否则就有可能呢 被愤怒的贺驼反杀 此时贺驼并没有意识到危机 但猎人早已摆好 投掷姿势 找准时机狠狠投出长矛 长矛精准地刺中了贺驼 但力量稍微差了点 贺驼一拳一拐地逃命 既然挣脱掉了长矛 猎人们紧追不舍 最后在草丛中解决了它 一只幼小的贺驼 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 好在回去的路上呢 猎人还发现了一只成年贺驼 刚才射出的长矛 已经让它受了重伤 根据树叶上的血迹 它们继续追踪 最终在一棵树下 发现了体力不支的贺驼 轻轻松松被猎人拿下 这只成年贺驼 重达120斤 足够整个部落呢 吃上几天 婚礼食材算是解决了 接下来就要准备彩礼了 彩礼则需要 一顶用天堂鸟羽毛 制作的帽子 天堂鸟可遇不可求 因此能狩猎到这种鸟 就代表有过人的智慧 它们已经找了好多天 都没有找到 现在只能靠 身为酋长的父亲出手了 酋长制作了一根四叉箭头 有点类似我们的线弹枪 近距离攻击威力很大 非常适合猎杀天堂鸟 接下来就要用声音把它吸引过来 酋长用笛字 模仿雌性天堂鸟的叫声 很快呢 就吸引来了一只雄性天堂鸟 酋长拿着弓箭 悄悄靠近 弓箭的射程很短 必须要尽可能地靠近 机会只有一次 必须一击致命 好在它成功了 这下儿子的彩礼又着落了 回到家 就开始用羽毛制作头饰 儿子看着漂亮的羽毛 心里也乐开了花 终于可以娶老婆了 准备妥当 就可以出发迎亲了 来到地方 大家开始手舞足蹈 姑娘叫得花枝乱颤 最终儿子赢得了姑娘的芳心 两人牵手走进树林 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这下儿子的移民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下儿子的移民 全是很正确的移民 在这下子的移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